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我们拉进一间会议室 当年抛弃孩子是有苦衷的 这些年我们内心一直忍受煎熬 天天盼着能早日团圆啊 王萍萍说着就哭了起来 世人只看到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孩子 却不知我们的苦 只要你们能把孩子还给我们 钱不是问题 他抓着我的手苦苦哀求 我为生育孩子不能体会那种骨肉连心的痛 但自己抚养了凡凡 清晰地感受过差点失去的痛苦 那我需要亲自鉴定 最终我松了口 我手里的资料已经足够说明 凡凡是我们的孩子了 要亲自鉴定做什么 更何况 凡凡马上高考 王萍萍突然说 万一认错 亲了怎么办 我看着王萍萍 发现她眼神多闪 莫非 还有隐情 我和姜维都喜欢孩子 尤其是公婆 邻居家的小孩 他们都能抢着红几天 可结婚三年 我的肚子安安静静 这可急坏了自己 连做梦都是一圈孩子围着转 后来我和姜维一起去医院检查 竟是她不遇 得知结果后 姜维提出离婚 她不想因为自己 让我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但我决定与她一起面对 正好姜维公司需派人去外地一年 我辞掉工作 决定跟着一起 等我们再回来时 手里多了个孩子 这个秘密 我们瞒着所有人 当初为了让谎言更加真实 我每天都要扮作孕妇 穿着婆婆 给自己准备的孕装出门 与家人视频前 都要反复检查衣着身形 以免漏下 公婆喜欢这个孩子 取名姜雨凡 宇宙中一个平凡的孩子 他们并不知道凡凡 是我们通过外地的福利机构领养的 对凡凡 我们尽心尽责 公公为了她 借了几十年的烟饮 最喜欢广场舞的婆婆 也收了心 还自主系上围裙 学习宝宝食物 全心全意带着她 小家伙从小就懂事 看爷爷咳嗽 会马上帮忙捶背 奶奶在厨房忙碌时 她也会跟进去 帮忙摘菜洗菜 公婆爱她到骨子里 每年的旅游也不去了 说凡凡 就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风景 虽然我和姜伟 时常也担心真相揭露 但可爱的凡凡 一天天长大 一年年过去 他们没丝毫怀疑 我们也渐渐放下心来 因为凡凡 我们体会到 做父母的快乐 自然也有艰辛 凡凡五岁那一年 发着高烧不退 我们带着她去医院 当被诊断极有可能 患上某种罕见的血液病时 我和姜伟抱头痛哭 有那有一刻 我真想放弃 可小家伙很争气 时常逗我们发笑 小小年纪的她 明白医药费昂贵 为了节省开支 她竟要求 每天只吃两顿饭 瞧她这么懂事 姜伟抱紧了我们 我们不要放弃 这个小天使 我点点头 下定决心 就是倾家荡产 也要救 我们的努力 总算有回报 凡凡在住院 大半个月后退烧 医生又经过 反复检查后 告诉我们 凡凡是某种细菌感染 并非是血液病 身体已完全恢复 那一刻 我和姜伟如是重负 再一次抱头痛哭 感觉像是某一样 特别重要的东西 失而复得 如果说 生命注定残缺 那凡凡似乎就是 最完美的填补 她聪明好学 上学读书 从来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担心 动手能力也强 待人有礼貌 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特别是每年的开学典礼上 我都会作为优秀学生 代表的家长发言 姜与凡成了一种荣誉的代名词 让我和姜伟倍感自豪 虽然我和姜伟 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但我们仍然为凡凡制定了人生计划 读大学 参加工作 甚至是结婚生子 如果没有意外 我们会像许多平凡的家庭那样 很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万一这样的事 总是突如其来 凡凡迈入高三即将高考那段时间 发现上学的路上有人跟踪 原本我以为是她压力太大导致的 可凡凡很肯定 她经过反复确认 跟踪自己的是一男一女 公婆听了立马紧张了 两人一合计 派公公每天接送 那时我和姜伟根本没想到 这对男女会是凡凡的亲生父母 直到婆婆从医院打来电话 说公公被弃的血压升高在医院抢救时 我们才引起警觉 等我们赶到医院 公公已清醒 她拉着我的手反复问 凡凡是亲生的对吧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将为抢过话 肯定啊 那为什么有人来抢凡凡 说他们才是亲生父母 公公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这是电话和姓名 跟他们联系 这件事必须搞清楚 我看了眼姓名 男人叫李大同 女人叫王萍萍 当即联系上了对方 特意约在人少的公园 以为我们会好好谈谈 他们会知难而退 至少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适应 没想到李大同夫妇 见到我和姜伟冲上去就嚷嚷 你们是人贩子 胡说 什么人贩子 我推开李大同 你们说凡凡是你们的 证据了 王萍萍还真拿出证据来了 我和姜伟仔细看了看 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会轻而易举 将凡凡还回去 我们的手续齐全正规 是你们自己放弃了凡凡 现在来要回去 还污蔑我们是人贩子 我气急 要是闹到打官司 我们不一定输 孩子大了 可以自己选择 选不选你们 还是未知了 李大同摆出一张无赖的脸 王萍萍在一旁附和 话里话外 都是在向我们示威 凡凡他们要定了 我们都很喜欢凡凡 孩子正直高三 这么闹非常不好 我们等到孩子高考结束再说 姜伟提议 是啊 等孩子高考结束 我们一起征求孩子的意见 我好话说尽 这两人就是不松口 公婆要是得知真相 肯定会承受不住打击 这个家 没准会分崩离析 李大同临走前丢下一句话 只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要不然我们就直接上门要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 姜伟无奈地抓着头发 摇头叹气 我们不怕他们要走凡凡 现在时机不对 处理不好对凡凡 也是巨大的伤害 姜伟难受 不得不用酒麻醉自己 我们回到家已是深夜 公婆竟然都在家 他们正襟危坐 眼神似乎在不停地拷打我们 我想要逃避话题 姜伟直接跪在了地上 公婆瞬间就明白了 婆婆忍不住无脸哭泣 我把姜伟曾经的检查报告找出来 轻轻放在茶几上 扶着姜伟进了房间 这一夜 谁也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 公婆告诉我们 他们做了决定 这些年委屈你们蛮着了 姜伟不遇 你也该早点告诉我们呢 都是家人 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婆婆拉着我的手 要是瞒不住烦烦 那也要等到高考结束 公公也是这个意思 交代我们要注意亲生父母 早不来晚不着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和姜伟点头答应 可自己刚回到公司 关系要好的大姐掏出手机 有人在公司官网上留言 四处散布 我是人贩子 因为不能生育 就抢走了别人的孩子 让孩子的亲生父母 这些年活在巨大的痛苦中 我赶紧打开官网 还真是如此 姜伟这时也打来电话 他一大早也被领导叫去办公室 明面上是批价回去休息 实则变相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有道德污点的员工 姜伟痛骂李大同夫妇 我更是忍不了这口气 打电话斥责李大同 他却不知廉耻 我说的是 一个星期你们教人 其他的可没保证 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憋了一肚子气 无处发泄 气得踢翻了桌下的垃圾桶 不一会儿 姜伟来找我 商议要不要去外地发展 凡凡考大学 并不会在当地读书 我所在的公司工薪待遇 不过如此 姜伟的事业也不是不能丢掉 倒不如忍受割舍 公共悄悄房子挂出去出售 我和姜伟会尽早处理手里的工作 哪想我们悄无声息的举动 还是被李大同夫妇发现了 竟跑去凡凡的学校拉横幅 那次交谈 我们仍是不欢而散 不过王萍萍私底下找上门 说是要来家里看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请求自己放弃亲自鉴定 不做也可以 你们放弃纠缠 我警告他 要不是为了凡凡高考 我们可不会这么被动 以你们的条件 也不能给凡凡更多的东西 王萍萍开始谈价还价 生下凡凡后 我身体受损 再也不能生育 大同的父亲病重 没多少日子了 遗产也有了归属 要是我们有孩子 就可以更多的财产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 你们能等 我们可等不了 再说凡凡凡跟着我们 将来有房有车 岂不更好 难怪你们是为了钱 才来找凡凡啊 我嗤之以鼻 这父母实在是不要脸 别这么清高 你们不需要吗 王萍萍冷笑 只要你们放弃 做亲子鉴定 劝说凡凡回到我们身边 价钱好说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补充道 凡凡将来 还想回到你们 也是可以的 我忍不住挖苦 你们是打算利用完凡凡 再把他丢回来 是不是 这么紧张 亲子鉴定 是不是凡凡亲生父亲 另有其人 王萍萍狡辩 凡凡成绩好 高考影响不了什么的 万一成绩真的不好 那也不要紧 你们不再坚持 做亲子鉴定 拿了钱走人 难道不好吗 我不愿再听 指着大门下了逐客令 我可以不要求亲子鉴定 但你们必须再等等 不能影响他考试 此时我告知了姜伟 他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感慨 凡凡乖巧善良 爹妈怎么这么不靠谱 是啊 王萍萍心里清楚 凡凡不是李大同的儿子 可为了即将到手的钱 仍将儿子找回 这样不仅能顺利拿到遗产 将来他还可以将孩子 重新推回来 这桩满天过海的生意 看起来还真是稳赚不赔 若不是我提出亲子鉴定 没准他已经拿到遗产 而我们拿了钱 余生就得帮王婷婷保守秘密了 可是余生很长 我和姜伟不愿带着肮脏的秘密活着 李大同不负责任 王萍萍也不是善查 趁着学校放月假 我们赶紧将樊樊接回家 他问起了学校横幅事件 一个大男孩满脸紧张 反复问我们 真是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我不想成为他人的儿子 我赶紧安慰他 以前生孩子经常有报错的 放心 都解决好了 你是我们的亲生子 谁敢弄走 凡凡这才笑起来 摸了摸胸膛 那我就放心了 马上高考 我要全力以赴 看孩子的样子 应该是完全相信了 我只能祈祷李大同夫妇 不要再去打扰 可越是担心什么越来什么 王平平有天半夜打来电话 说是凡凡的爷爷 病情再次加重 怕是快了 很想看看凡凡 贸然让凡凡去见一个陌生人 太过唐突 可我们要是拒绝了 又于心不忍 我们的犹豫 让李大同暴跳如雷 他在电话那头怒吼 要是不带来 我们就去抢人 想到公共的身体 凡凡的情绪 我和姜维决定成全老人的心愿 将凡凡带过去 于是我编造了一个完美的故事 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 为了找到自己的孩子 历经千辛万苦 没想到最后却是个乌龙 而孩子的爷爷即将过世 怕老人带着遗憾离开 凡凡需要冒充孙子 送最后一程 凡凡善良 没多想就同意了 我们带着孩子 连夜赶到李大同家 竟离得不远 看见我们来 王萍萍很是感激 围着凡凡左看右看 我担心露线 小心地将凡凡拉回到自己身边 老人见到凡凡 拉着他不愿松手 李大同趁机提起了遗产的事 我不想凡凡知道太多 差不多了 就让姜维带着他离开 虽说老人年纪大 但脑袋清醒 只要做了亲子鉴定 该分的遗产绝不会少 李大同喜笑颜开 让王萍萍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 老人满意地点点头 我惊恐地看着王萍萍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王萍萍这才告诉我 那次他是故意上门 并非是看孩子的居住环境 而是趁我不注意时 收拾了孩子的头发 还有牙刷 而凡凡时常住校 我们都没注意到 有什么东西丢失了 这份鉴定报告 自然是真的 父亲的那一份毛发 根本就不是来自李大同 老爷子没熬过两天便离世了 李大同和王萍萍 拿到遗产后 彻底销声匿迹 也罢 从头至尾 他们都没问过 反反过得如何 把孩子还回去 我和姜维才会成为罪人 没有李大同夫妇的打扰 公婆安心了不少 凡凡高考一结束 梁老就火急火燎带着她去旅游 而我和姜维也动身去了外地 投奔亲友 不过一个月后 我接到王萍萍的电话 她接二连三质问 是不是你告诉李大同的 要不然 她怎么会知道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别人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不禁笑了 她不是傻子 怎会不知道 是啊 李大同爱才 但不傻 那天带着凡凡去看老爷子 姜维故意在他面前说了句 孩子的五官身形都不像你 可能是向母亲多点吧 李大同之后做什么 那便是他自己的行为 与我们何干 做人还是厚到点好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因为我是妈妈 偷偷生下来的私生女 当年她顶着个大肚子 站在人来人往的楼下 娘家就在上面 可她不敢上去 准确来说 我妈是知道她肯定进不去 因为外公早就在一年前告诫她 如果敢和那个左青龙 右白虎的纹身男谈恋爱 那这个家就一步 也不准她踏进来 可她不听 不仅明目张胆谈恋爱 而且还在某天晚上 来了一场浪漫出逃 外公看着桌上的词别书 气得血压增高 恶心呕吐 头痛了整整一个月 外婆更是气得吃不下饭 一个劲地闷声干活 整个人瘦了足足一圈 结果就在她怀了我六个月的时候 被纹身男的合法妻子 一脚踹倒在地上 臭小三 偷男人偷到我头上来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以为怀着小孩我就怕你了 像你这种不要脸的贱货 我这辈子贱多了 就她妈欠教训 我妈捂着肚子 五官疼地皱在一起 纹身男为我妈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帮忙叫了辆救护车 哄骗我妈说她会回来的 然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医院躺了七天的 我妈终于意识到 她被骗了 于是一出院就直奔娘家 她只站了三个小时不到 劳两口就已经于心不忍 让外婆下来把她接了上去 我妈双腿发软 上楼梯都要外婆扶着 脸上也没有一丝血色 嘴唇发白 都说无论外面的风有多大 家里的人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 那时候我妈也是这样认为 她被外公外婆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孕晚期补足了所有缺失的营养 口口声声说 以后会好好孝敬父母 寸步不离地留在外公外婆身边 我妈是独女 外公外婆听到这话 感动得热泪盈眶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从我孤孤坠地到我可以打酱油的年纪 我妈到底还是没长记性 本性暴露 哭着喊着 要带我回去找那个男人 外公大发雷霆 外婆苦口婆心地劝 最后他们软硬兼尸 把我妈软禁在家里 那时我六岁 同学问我 你妈妈最近为什么不来接你啊 我哑口无言 难道说 因为她想去找回一个有父之父的男人 所以被我外公关禁闭了吗 后来 我妈终于想通了 她向家里保证 决心要忘掉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她也确实做到了 只不过她采用的方法是目标转移 我妈开始和各种不同的男人吃饭 去小公园散步 去商场逛街 我经常被她带在身边 被迫跟她一起约会 看着她和不同的男人有说有笑 牵过一双又一双的手 有天周一 还是那个同学问我 昨天在商场我看见你了 可是为什么你妈身边的那个男人 和上次不一样啊 我再度难以启齿 自那以后 我妈就像一只花蝴蝶 男人换了又换 外公外婆觉得 只要没有再闹着离家出走那一套 她想干什么就随她去了 但是人不能惯 越惯越是得寸进尺 高考那年春节 我妈终究还是越过了 外公外婆心里的那一道防线 她带回来一个男人 男人面相险恶 肤色有黑 嘴里还镶着两颗金牙 我妈挽着她 笑里含羞地问我 清清 你能不能叫她爸爸 她刚说完 家里的气氛就犹如被一盆冰水泼下来 瞬间寂静 外公当即就发怒了 他丢下贴春帘用的江湖 一巴掌拍在桌上 你再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又要像十几年前那样被人骗是吗 你在外面不三不四就算了 现在还把人带回家里 你是要把我气死吗 外婆相对宽容些 只是满面愁容地叹气 你要是找个本地的 我跟你爸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可是你怎么就不听妈的话呢 这些年来 外公外婆不是没有想过 再帮妈妈组一个家 老两口托人帮妈妈 介绍过好几次对象 那些人全都是本地的 老实本分 有车有房 可是妈妈一个也不喜欢 她偏偏爱那些社会的边角料 一把年纪还追求一见钟情 交往过的男人 一个比一个极品 看起来都长得像有高额悬赏金的通缉犯 她委屈地说 爸 妈 我们是认真的 这回我没有被骗 外公怒吼打断他 人家骗不骗你 难道还会写在脸上告诉你吗 你都是有孩子的妈了 能不能多个心眼 一来一回 他们足足吵了十几分钟 我和那个男人对视一眼 他歪嘴朝我笑了笑 看上去是一种很不屑的表情 他听不懂我们这儿的方言 问我妈 你们在说什么 我妈立马换上一副小媳妇的样子 娇滴滴地说 没什么 你先坐下吧 你敢 外公气得火冒三丈 指着大门用普通话骂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男人这回听懂了 脸色瞬间铁青 朝我们家地板催了口唾沫 不顾我妈的挽留 摔门而出 我本以为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结果 我妈折返回来 扒着门框红着眼睛地催我 青青 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 你还不赶快 跟我一起出去追你爸爸 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发自内心地 为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而感到羞耻 爸爸 我爸早就死了 闹归闹 气归气 平静下来后 外婆望着妈妈离去的方向 关上大门 外公也独自坐在阳台 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他们告诉我 青青 你要多注意一下你妈的动向 别让她被人骗了 我点点头 转眼就回到卧室 把妈妈的存折和银行卡藏起来 骗感情我不管 骗钱可不行 然而没想到 我妈当天晚上回来 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钱 她说那个男人要做一笔大生意 准备拉他一起合伙 需要交点保证金 这不是骗钱 那是什么 我坚决不肯拿出来 她转念一想 握着手机笑嘻嘻地凑过来 那你教我怎么再绑定银行卡吧 我听人说 绑了在上面就能直接发钱 我简直大开眼界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你就要上赶着给她钱 她却听不出话里厌恶的意思 反而还兴高采烈地 跟我讲起他们的情史来 从小到大 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 我都在她那里听遍了 不外乎是一见如故 不外乎是相知恨晚 我妈每一次掉入爱情海的理由 都不一样 但是又很一样 因为都很白痴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终于看出我的不耐烦 品出了我决心拒绝的意味 大年三十夜 她板着脸看我 轻轻 我可是你妈 把银行卡拿出来 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头钻进被子里装死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后来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 我妈倒也不提这事了 她还是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进进出出都在包店画周 脸上永远挂着笑脸 我们家是两房一厅 是九十年代外公单位分给职工的福利房 面积不大 我和我妈只能睡在一个房间 我不知道每天都见面的两个人 到底哪来那么多话可以说 我只知道在夜里 一听见背后传来的娇笑声 就恶心地头皮发麻 一开始我还能戴上耳机 隔绝她的声音 把音乐的音量开到最大 没想到后来耳机却突然坏了 我只能闷在被子里 耳朵里好像有无数只蚊子在嗡嗡乱叫 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掀开被子转身问她 能不能别打了 现在都一点钟了 我妈的心情很好 所以也就没发火 撒娇地说 快了快了 等会儿就挂 我担心吵醒隔壁的外公外婆 便没再说些什么 一腔怒气被硬生生地压下去 堵得心里一阵难受 第二天中午 外婆做了我妈最爱吃的鲫鱼汤 我妈刚坐下来 电话声就又响起 她丢下碗筷跑去接 没一会儿又跳到阳台里 探出半个身子喊道 你来了 你等我 我这就下去 其实这种事情 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春节假期 外公外婆好不容易等到 我妈不用上班 我不用上课 想着一家人和和美美聚在一起 却屡次看到 我妈冷不丁说走就走 而且还是跟一个 他们极力反对的男人一起走 老两口实不知味 外公曾托人问过 奶奶的背景 知情的人说 奶奶的有过暗底 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习惯 刚从牢里出来不久 就遇到了我妈 再加上前阵子 我妈还回来拿钱 我们一致认为 这个男的十分不可靠 外公外婆 吓得几乎寝食不安 饭也吃不好 觉也睡不好 我们劝我妈及时回头 她却反过来 瞪着眼睛问我们 我看你们就是 怕我赚钱发家吧 想要把我困在这个 永生永世都没有出头之日的地方 是吗 我们恶然失语 那时候 我妈已经被那个男人 灌了不少迷魂汤 任我们好说歹说 她就是油言不尽 执迷不悟地想要和她在一起 不准走 给我回来 外公把筷子往饭桌上一摔 拦住要出门的妈妈 妈妈顿时愣住 那个男人刚好跑上楼来敲门 外公便趁机气冲冲地警告她 你给我滚回你自己家 我是不会让我的女儿跟你在一起的 没等那人回答 妈妈就抢着为她抱不平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当时我的脑海里 飞速响起来 白眼狼三个字 外公外婆的心情 大抵也是如此 气氛安静了一瞬 外公的胸口不断剧烈起伏 气得浑身发抖 扔下一句话 你要是敢走出一步 那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再也不要回来 我妈沉默了 我看着她的眼神 从犹豫慢慢变成绝绝 像一株急速攀升的毒藤腕 到了顶点 却又突兀地落下来 她转眼换上一副柔弱的表情 把男人劝了回去 回到饭桌上 一口接一口地喝汤 我的心莫名不安 隐隐觉得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冬天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下午 我妈哼着小曲回来 她把一本结婚证 用力地拍在桌上 假母假式地 安慰失魂落魄的外公外婆 我跟重生情投意合 夫妻公司税务又轻 你们也别怪我偷了户口本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就拯救不了自己的未来 放心 爸 妈 等我赚了大钱 一定不会忘了你们 说完 她转头看向我 笑得得意张扬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要从这个家搬出去了 既然领证了 也应该住在一起 重生那边都准备好了 你也快去收拾行李吧 清清 我不敢置信道 什么 搬家 我不走 我妈踩着心买的 靴子步步逼近 捏住我的肩膀问我 不走 你生下来就只有你妈 你不跟我走 谁还会养你 你还有几个月就要考大学了 难道你想留在这儿让外公外婆给你付学费吗 我吃惊地盯着她 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我的妈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么咄咄逼人了 事后 外婆忧心忡忡地叮嘱我 让我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 兼顾好学习 最后才是看住我妈 说句难听的 我真是怕你妈后面 也跟着那男人到牢里面去了 外婆说到这 声音变得含糊不清 难以忍受地哭了出来 我内心也跟着她的乌页声 一紧一紧的 寒风速速的天 我们站在门口等车 四个人只有我妈在笑 等了半天 徐重生终于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出现了 我妈的脸僵了一下 小声地问她 不是才刚买了新车吗 怎么不开那辆 徐重生美好气地掀开后备箱 看都不看她一眼 新车装东西不怕划痕啊 你们东西这么多 人也多 谁知道你们会把新车糟蹋成什么样 外公听到这话 脸色立马黑成锅底 偏偏徐重生还不小心撞了她一下 也没道歉 气得外公直接掉头回家 外婆看向外公的背影 又看向我们这边 最后捏捏我的手指 没出声地跟着走了 等到了新家门口 我妈看了看四周 小心翼翼地问 咱家在哪呀 徐重生一脚踹开面前 这座脏兮兮的民房 木门吱呀吱呀地撞到墙上 这就是啊 你没长眼睛啊 我跟我妈都同时愣住了 眼前的景象不仅破烂不堪 而且还腐烂得像一个垃圾场 四方的空间里 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 歪歪扭扭地倒在湿漉漉的地上 还没走进去 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美味 我扭头看向妈妈 问道 我们真要住在这儿吗 没等我妈回答 徐重生就像被踩到尾巴一样地跳起来 指着鼻子骂我 生活不用钱啊 开公司不用钱啊 供你上学吃喝不用钱啊 有的住就不错了 你还在这儿挑挑捡捡什么 我用你什么钱了 你跟我鬼叫干嘛 我立马回怼 徐重生更加生气了 我妈这时也冲出来数了我 就是啊 清清 你也要多替你爸爸想想 生意刚起步 家里经济困难很正常 你就委屈几天 反正过几天你也要回学校住宿了 少说几句不行吗 我感到心里的寒意越来越冷 夜里我躺在临时用几张矮凳和木板搭建起来的床上 隔着一张布帘 我妈和徐重生在那边说闲话 不时有断断续续的娇唇声传来 我难以入眠 第二天 我让我妈注意影响 她却不以为然 我们还没嫌你碍事呢 你最近怎么那么多毛病 到底还有几天才开学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被她用言语一点一点地分崩离析 我始终不明白 我妈为什么会这么恋爱脑 在新家被折磨了好几天 我终于熬到开学了 为了不再回去那个鬼地方 我申请了长期借宿 周末也留在学校里 我妈打了好几个电话劝我回去 可她并不是因为想我 而是怕我这样做 会让徐重生以为我是看不上那个家 才不愿回去的 她怕徐重生不开心 所以她要我回去哄徐重生开心 最好还顺路买点熟食啤酒什么的 她说徐重生好吃这一口 我呵呵一笑就挂断电话了 没多久 外婆那边却打了过来 她让我回去看看妈妈 听说徐重生最近在外面跟人打架了 心情不好 外婆怕妈妈受影响 又怕妈妈不愿意告诉她实话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个周末我还是回了趟家 一到家门口 我就看见穿红灼绿的妈妈 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正准备出门 而且她还罕见地化了个浓妆 大嘴唇红得招摇 只是膏体有点结块 粘在皮肤上面 我妈看见我 兴奋地走过来 你怎么回来了 来得正好 跟我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 人到中年 能炫耀的东西除了事业就是家庭 我妈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场妹 事业让她抬不起头来 家庭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毕竟那个公司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但是她生了一个念重点高中的我呀 于是在整场聚会上 我一直被她推出来 到处显摆 有几个人客气地问她 教育理念是什么 她口若悬河 说得头头是道 我在心里暗笑 一个连我在几班都说不出来的妈妈 也好意思说 有教育理念可言 众人其实也听得出来 她说得牛头不对马嘴的 最后纷纷改口夸我 自觉聪明 我妈不乐意了 她愤愤地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抬头换上一张梨花带泪的脸 向大家卖起惨来 轻轻这孩子什么都好 可就是有一点不好 不喜欢她爸 她为了躲她爸 躲我们这个家 整整一个多月待在学校不回来 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一直在劝 可是没用 她不听 想当年要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她拉着长大 她怎么会有现在的成绩 为了她我已经失去了十几年的幸福 现在好不容易遇见一个真爱 偏偏孩子不支持 哎 她欲言又止的 故意把话题掐断在这 周边的人听完 全都情不自禁同情起来 风停大转 所有人突然劈头盖脸的劝我为我妈着想 劝我做孩子的也不能太自私 我只能不断地尬笑 闷闷地一直坐到聚会结束 回到家 我妈推开门 看到徐重生坐在沙发里 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去给她送去熟食 还帮她脱袜穿鞋开暖气 一套流程 一气呵成 一看就知道 她一定是很习惯这么做了 我忍不住在内心翻了个白眼 徐重生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我妈就在边上瞪我 怪我没礼貌 不出声叫人 然而没一会儿 她在帮徐重生洗衣服时 从外套的兜里翻出了两张电影票 她一改热情 我看着她像福尔摩斯上身一般 镇定自若地走到徐重生身边 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她的手机 点开订单和聊天记录 确认完毕后冷下脸来 似乎也击碎了她的心 这个女的是谁 为什么你叫她宝贝 为什么和她去看电影 徐重生文言一正 我第一次在她脸上 看到了惶惶不安的表情 在徐重生准备解释之前 她用犀利的眼神把我轰了出去 等她摔门而出离开这个家 我才有机会跑进去看妈妈 她软啪啪地倒在床上 哭得撕心裂肺 还没来得及泻地装此刻变得一塌糊涂 眼圈又红又黑 整张脸煞白 她看见我 朝我伸出手 把我握得很紧 轻轻 她出轨了 她在外面有别人了 我这么爱她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该怎么办呢 我仔细打量她的表情 看上去悲痛欲绝 仿佛还带有一丝悔意 到底是母女怜心 我对她的遭遇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揪心 伸出手拍她后背 柔声劝慰她 妈 这种事我们不能忍让 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趁现在你还陷不深 我们一起回家外公家吧 我妈想了许久 慢慢地点了点头 我当下就趁热打铁地 把所有行李都打包起来 可就在要走的时候 徐重生带着一束廉价的玫瑰花回来了 我的心一颤 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着妈妈的嘴角越来越上扬 他们的身体靠得越来越近 最后我妈依偎在她的怀里 而徐重生挑眉冲我得逞般的笑 我就知道 我妈的恋爱脑又发作了 世界上比劝人分手 结果她复合了更恶心的事 她还反过来怪你误会她的爱人 我妈抱着能熏翻天的玫瑰花 一脸不满地说我 清清啊 你还是年纪太小 又太冲动 以后发生了这种事 你应该学会和别人沟通 要不是你爸回来得早 及时拦住我们 否则她推开门 看到空空荡荡的房间 她该多伤心呀 我扭过头去 把自己的行李收拾起来 那天是周五 我原本计划周日再回学校 可是在第二天的周六 发生了一件让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家 多待一分一秒的事情 那时我正在椅子上看书 酒气熏天的徐重生 跌跌撞撞地跑回家 她喘着粗气地抵在门背后 一直到外面一阵吵闹的脚步声消失了 她才松了一大口气 整个人靠着门摊坐下来 我妈没见到这个情形 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一出厕所就着急忙慌地去扶她 扶起来走路的时候 忍不住嘟囔了句 怎么喝这么多酒 这句话不知道是先到了徐重生的哪片逆林 她把我妈甩到一边 拿酒瓶砸墙 把尖锐的那一面朝着我妈走过去 不断说着乌言晦语骂她 我吓坏了 我妈也吓坏了 我猛地冲过去 推倒徐重生 用尽全身的力气 想要扶起我妈 可是我的手在抖 我妈的身体也使不上进 拉扯了好一会儿 我们也只是勉强站了起来 徐重生这时也撑着地板站起身 手里还握着那半截酒瓶 做事朝我们走过来 你要干什么 家暴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我只能试图用言语来阻止 死死地护住浑身发软的妈妈 犯法 徐重生被气笑 老子打自己的女人 犯什么狗屁王法 我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谁叫你们惹老子不开心 啪的一声 我被打了一个耳光 左半边脸火辣辣的 力道很重 我甚至感觉那里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 我僵硬地回头 一点一点地对上我妈的双眼 难以置信道 妈 你打我 我妈莫名还愤怒起来 她气得鼻孔急剧收缩 直接把我推倒在地 刚刚还软得像一滩烂泥的她 现在犹如力量觉醒 连说话都铿锵有力 谁叫你惹你爸生气啊 我还以为你爸怎么发脾气了 原来是你搞的鬼 你要是不喜欢 这个家你就给我滚出去 我这里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我吃痛地抿紧了嘴唇 随后又自嘲地笑了下 谁能想到短短两天 我就以不同的方式被我妈背叛了两次呢 我一心一意地为她好 可她的眼里却只看得到徐重生 徐重生出轨 使我不够宽容 徐重生家暴 使我不乖惹她生气 徐重生就是她的天理 而我和外公外婆 使她奔向美好生活的拦路湖 我终于看清她的真面目 横下心来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这么一走 我就足足一整个学期 都没有再见到我妈 一直到高考结束 我才不情不愿地拉着行李回去 谁知道刚到门口 就看见一位挺着个大肚子女人 在那里撬锁 我喊了她一声 以为能把她吓跑 结果她转过头来 我才发现那人居然是我妈 我妈的脸色阴郁了很多 看到我的瞬间更是烦闷 不耐烦地直起身 拿鼻孔看我 哟 舍得回来了 大半年过去了 才想起你还有个妈呀 我很讨厌她这种阴阳怪气的声调 明明我离开这么多天 她自己也没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条信息给我 一见面还搞得好像是我很白眼狼似的 浑然不觉她自己的问题 我不说话 安静地等她开门 半晌 她把钥匙砸到我的腿上 吼我 你怎么还是这么木头 没看到我开不了吗 快点给我过来开门 听说在我备考期间 外公外婆曾有过几次到我们家来看妈妈 可是他们却没有告诉我妈妈 已经怀孕了 大概是怕影响我学习吧 我那会儿 其实内心并没有把我妈想得那么糟糕 丙多只是觉得她很恋爱脑 看不见除了徐重生以外的人 对她的好 更何况徐重生对她的好实在不足一提 我一直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和外公外婆感到生气 但总而言之 我妈也算是高龄孕妇了 我并不希望她的身体出什么岔子 那几天我对她总是有求必应 徐重生也对妈妈很好 和我走之前相比 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我妈一边把脚探进送来的泡脚水里 另一边心心自得地向我炫耀道 怎么样 你妈挑男人的眼光还不错吧 你要是有我半点能力 包你以后也能找到一个用心呵护你的好男人 徐重生嘿嘿笑了几声 只要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你要我干什么 我都可以 我皮笑肉不笑 从背后掏出一本招生专业目录 妈 你觉得我学医怎么样啊 什么医 学医 大学的专业 哦 我妈不冷不淡地腻了我一眼 说到这个 忘记跟你说了 家里钱不够 你弟弟又要出生 你别上大学了 留在这里打工吧 我浑身定住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片刻后又试探性问了一遍 妈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滚滚滚 别挡我看电视 吵死了 我忍不住呼吸急促 三十度的天气 心里却结成一块冰 徐重生忽然出声 对了 你把这个牵一下 我看过去 桌子上的四纸上 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赡养协议 心脏跳得更快了 我一行一行地看过去 原来除了赡养父母 他们还让我每个月 都必须付一笔 抚养弟弟的生活费 我丢下协议 你们自己生的小孩 凭什么要我来养 我妈那恶狠狠的眼神 一下子就杀过来 用一脸恩赐的表情说 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那个协议 上面都写了 等你弟弟出生后 把你爸的公司给你 你还想怎样 清清 你虽然是我的女儿 但是该说的 我还是要说 做人不要太甜不知耻 徐重生也跟着搭枪 是啊 那个公司 我找人注册 花了多大的心血 你别给脸不要脸 笑话 荒唐至极 我难道会不知道 那是一个空壳公司吗 他们难道以为 我真的会满意 这样的处理结果吗 原来 我在他们心里 只不过是一条 给他们赚钱的命 而他们连同 那个未出生的孩子 都即将是趴在我身上 臭不要脸的吸血鬼 我最后一次看向我妈 心如死灰地问 当初搬家之前 你不是说好了 给我付学费的吗 我妈没有回答 只是烦躁地说 快点签字 别让你爸等太久 十八年的母女情义 正是在这一刻 彻底恩断一绝 我一气之下 搬回了外公外婆家 他们知道了 事情的始末缘由 双双都很生气 但是他们更愁我的未来 我安慰他们 不用为我担心 只要我努努力 在这个暑假 勤快些找多点兼职 到时候再跟学校 申请还缴学费 怎么样都能挨得过去的 外公外婆想了想 眼下确实也别无他法了 于是我火热地 投入到兼职之中 家教 地推派单 超市促销员 甚至是上门喂猫 只要来钱快又多的正经活 我都拼了命地去做 就这样攒了两个月的钱 我到学校走完程序 用剩下的余钱 给外公外婆网购了一些老年补品 等到我国庆假期回来 那些补品却都不一而非了 我问外婆 外婆坚称 家里从来没有看见这些东西 我这才知道 楼下快递寄存点的老板 一直都是把我们家的快递 直接通知给我妈 这些天以来 被我断断续续寄回家的东西 全都被我妈吞进肚子里了 因为不想浪费大好假期时光 去和我妈对质这种事情 所以我想这就算了 自认倒霉 外公拿着两张银行卡过来问我 清清啊 你帮外公看看 怎么这几个月 这卡里一直都没有退休金呢 我跟你外婆到银行去 总是取不着 不看不知道 一看我的内心 就生起一团火 这哪里是他们两老的银行卡 这分明是我当初藏起来的 那两张银行卡 我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找着了 索性取走卡里所有的钱 改成和外公外婆一样的密码 然后又到家里调包 把真正能发放的退休金的银行卡 自己独吞 用里面的钱去养他和徐重生 去养那个肚子里的孩子 我忍无可忍 攥着银行卡 夺门而出 来到我妈面前 我把银行卡扔在桌上 她轻蔑地笑了下 摆出一副 就算拆穿了你也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外公跟在我后面 不小心踩到台阶上的青台 差点摔了一跤 好在外婆眼疾手快地扶住 她目光呆呆地 站在原地沉默了许久 算了 外公环视这个阴暗又潮湿的房间 脚步沉沉地迈出去 算了 轻轻 我们回去吧 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了为人父母的疼惜 而同样是父母的我妈 脸上却闪过一抹 侥幸逃脱的窃喜 我们三人最后怀着各色情绪 准备离开 我妈突然拉住我 塞给我纸和笔 轻轻 快把这个签了 你弟弟快出生了 外公外婆心疼他 可是我不心疼 我早就知道他这个人冷面无心 自私又自利 小时候让我去给那些他看上的男人跑腿 长大了让我帮他养男人 我漠然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退了好几步 我妈僵了僵 把手缩回去摸着圆圆的肚子 眼中浮现出不愤 再怎么说 你也是弟弟的姐姐 你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我笑出声 良心 你有良心吗 你不是经常说 有其母必有其女吗 你没有良心 我怎么可能会有良心 我妈激动起来 一只脚刚踏上台阶 另一只脚就迫不及待抬起来 被踩中的那个地方 正好是外公刚刚差点滑倒的位置 同样的 我妈也摔了下去 只不过由于距离过远 我们三人都没能赶过去扶住 鲜红的血从她的身下流出来 一直染到那片青苔上 我妈怀孕八月的这天 孩子没了 徐重生接到消息之后 不知道从哪里赶来的 光着膀子 青一块紫一块 看上去像被人打过 我妈做完手术还在昏迷 她跑去问主治医生 医生说 抱歉 小孩确实保不住 请家属节哀 徐重生点点头 很快就像疯了一样 又哭又笑地跑出了医院 外公心里承受不住 我就送他先回去了 等到我折返回来 看见外婆不知所措地站在走廊内 哭得两只眼睛都肿起来 外婆 怎么了 话音刚落 病房里面就传来一阵 物品噼里啪啦被摔掉的声音 我妈歇斯底里地在里面喊 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他不是应该在我的肚子里吗 怎么我的肚子别下去了 我推开门 他一看到我就想坐起来 奈何身体实在太痛 又或者是过于虚弱 他只得颤抖着嘴唇伸出手指我 你是你害了你的弟弟 害了我的儿子 要是你乖乖签了那个协议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赶来的护士见怪不怪地 安抚他的情绪 连忙把我推出病房 病人现在情绪激动 如果你们的出现会刺激到他 那麻烦最好先回避一下 谢谢配合 我点点头 挽着外婆一路向外走 外婆已经收好了情绪 只是怅然若失地叹了好几声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陈静又茫然地走回了家 后来我妈一直拒绝我们去见她 只要我们一踏进病房 她就朝我们扔东西 像一个泼妇 大喊大叫的 惹得最后一声 也委婉地让我们不要再来了 国庆假期结束 我又重新回到学校 然而安分日子才没过几天 我妈那边就又闹了幺蛾子 听说徐重生在我妈住院的那段期间 把家里的所有钱都卷跑了 而且她在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我妈出院后回到家 大门形同虚设 家里一片狼藉 值钱的东西全都丢得没影 剩下的都是些破烂玩意 我妈崩溃了 她到处找徐重生 同时又到处躲那些催债人 因为徐重生向他们借钱的时候 留了家里的地址 和我妈的联系电话 我妈被骚扰得苦不堪言 最后她走投无路 像十八年前那样 重新站在外公外婆家楼下 劳两口前阵子在医院 被她骂得心灰意冷 这次说什么都不开门 我妈也豁出去了 干脆在邻里邻居的家里闹 怎么着都不肯走 外公不得不让她进来 可是我妈一进门 直奔外公的存折 想要去银行取钱还债 她说 这肯定是徐重生给她的考验 等她还清了 徐重生就会重新回来 跟她一起生活 她说 徐重生说过 不会骗她 她还说 她已经把所有的钱 都给了徐重生 还听她的话 去借了贷款 徐重生怎么可能会骗她呢 徐重生一定会永远爱她 外公说她发神经 她说对 我就是发神经 我就是爱徐重生 爱得鬼迷心窍 我急忙请假赶回了家 拉着我妈到派出所报了警 最后派出所受理 但是等到追踪到徐重生 还需要一段时间 至于徐重生借的钱 我妈是知晓的 而且后面都有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徐重生跑了 那她就要一个人偿还 回到家后 她跪在外公外婆面前 常跪不起 话里话外 都是求劳两口 帮忙减轻负担 这回 外公的脚下 再也没有青苔了 她喝了一口茶 淡淡道 我跟你妈活到这岁数了 也该享福了 既然你没能力孝敬 那就至少别添乱 这样我们还能保留 妇女情面 如果你真的要钱 那我跟你妈就死给你看 一直以来 外公都是一个极脾气的人 很少这样心平气静 所以当她脸去怒涩 慢声细语的时候 无名之中 有种震慑感 妈妈才意识到 外公这次是真的对她死心 外婆也跟着 有气无力地看向窗外 以沉默代表认同 我妈最后那 擅存一丝的良心 就是没有再打扰劳两口 但是她没有放过我 我帮外公外婆 重新办理银行卡的那天 她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 试图趁机夺走 见我护得紧 她无从下手 便转眼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她借口要了解我的校园生活 死皮赖脸地跟着我回到学校 我当然知道她在计划什么 所以我也对她有自己的计划 我故意把她带去另一个学校 故意跟她说 我的宿舍房间号 然后在她指使 我去食堂打饭的时候 掐准时间报警 有人入室盗窃 由于她手段恶劣 直接敲碎了人家的窗扒进去 偷盗的金额又多 一共拿了宿舍四个人的银行卡 法院给她定了 四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我妈以为只要偷我的宿舍 把罪名栽赃给我就好 却没想到我会反将一军 让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她扒着铁栅栏 两眼含恨地瞪着我 清清 我可是你妈呀 自从徐重生出现以来 她就一直用这副表情看我 我以为自己已经免疫了 但内心深处 还是有种土不尽的不畅快感 我真的很想问她 妈妈 为什么一个男人的出现 能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和外公外婆对你的付出 都比不上一个突然出现的人 为什么在你的世界里 你永远不在乎我的感受 但是我没有 我只是跟她坐在面对面 我的五官跟她是多么的相似 我的身体里 流着属于她一半的血 我问她 妈 你后悔吗 我妈轻蔑獠牙地说 我后悔没有在你出生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掐死 听完 我无谓地笑了笑 律师跟我说 交了保释金 就可以暂时出狱 真的 我妈恨不得把脸挤过来 目光炯炯地问我 清清 你说的是真的 妈妈知道错了 妈妈不该这样对你 妈妈出去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改头换面 孝敬父母疼爱子女 清清 妈妈只是一时间冲昏头脑 你会原谅妈妈的对吗 清清 你帮帮妈妈好不好 我抬头看她 像那天在床上安慰她一样 仔细打量她的表情 她的脸上写满了贪婪 欺骗 死不悔改 我摇摇头 轻声说 我骗你的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还有 我死也不可能原谅你 她的脸一下子渴不起来 猙獰 抓狂 丧心病狂地吼叫 慢骂 我静止往外走 一直到门关上的那一刻 所有声音瞬间消失的 无影无踪 踏出监狱 外公外婆在前面的树荫下等我 我们一起去了趟超市 买了些爱吃的小灵嘴 日落西山 三个影子被霞光拖得很长 我们说说笑笑 享受这平凡祥和的小幸福 再也没有人会打扰我们 不相干的人 不懂爱的人 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可以和它看出 忠惠